接下来要带你来关心淡水及北海岸的重点新闻 耗时150个日立天的金山市区重化工程 在今天完工剪彩 而市长朱立伦也特别来到现场主持典礼 任期即将到期 朱立伦也在现场感谢乡亲八年来的照顾 接下来要接棒给侯市长 继续为金山的慢活移居继续努力打拼 金山区市地重化工程历经将近半年的时间 今天完工剪彩仪式 市长朱立伦特别来到现场主持典礼 在剪彩仪式之前 朱立伦致辞表示 市地重化规划了移居慢活的绿地设施 提供市民朋友更高品质的生活居住环境 而面对任期即将到期 朱立伦也在现场感谢乡亲八年来的照顾 我们共同为金山为北海岸做很多事情 但是我希望说这不够 要继续努力继续打拼 好几岛我相信一定带领大家认真打拼 我们很多理督到我可以说 无论有的四年有的八年 到我董事大家共同合作 区长和区国所的董事 農会会痛 与会会痛 还有很多我们社区的理事长 国社团国庄廟 感谢大家共同对新北市的贡献 对北海岸 对金山的努力 感谢大家 检采前焚香驻岛市长带着贵宾金简子 剪下红菜 随后吃下香草猪市圆满的汤圆 金山区市地重画完工检采仪式完满落幕 而这三个单位占地将近七公顷的市地重画区 除了规划住宅建地其中最重要的 还是有规划让民众拥有生活高品质的休闲绿地 那整个计划 总共刚刚所讲的6.98公顷里面 我们开发完成之后 总共留设的公共设施用地有2.58公顷 那可建筑用地大概是4.4公顷 那主要的开发的一个目标 我们希望能够宜居慢活快乐悠游 包括平整便利 疫情美学跟安全 所以在整个的一个开发里面 我们总共这三个单元会有三个主题公园 因为半年我打名了 这个市地重画可以完成 实在不简单 中国近三地区未来发展 这个是非常重要 陶贝这回市地重画可以 新的公共设施 新的道路 新的公共都可以来 停车的空间都可以完成 非常重要 我相信 下来 好几个集团 继续打招 跟金山地区 大家共同合作 我们金山一定越来越轻 金山区三单位的市地重画中 还有不少巧思 除了最基本的制红系统 还有注重环境美学 与在地人文特色的风貌异象 更加为了永续将重画单位中 地上所有的老树都保存下来 成为重画区中特色风景之一 期待在地方重画之余 也保有旧有的特点 打造金山成为慢活慢学的 乐活宜居城市 记者老平函 金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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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